那阿民是接下来教我们怎么抓XX的吗? 可以请同事帮我按吗? 报警处理了 臀部的痛延伸到腰部 你的髋关节的这个张力已经蛮紧绷了 怕你太痠痛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做一下咬合的动作 我们由内往外顶出来就好 然后是外面的这支手的按摩 希望这集呢 可以对你有用有趣又有启发 并且呢 继续面部改色的把你的工作完成 坐在手机还有电脑萤幕前 观看这支阿民是症嬛传影片的你 有没有发现到自己久坐了以后呢 开始觉得说啊 腰痠屁股麻 根据我们在自己的IG上去统计 有63%的观众啊 说啊我久坐了之后会有腰臀痠痛 麻到我们的背部 有20%的人会觉得说臀部会疼痛感 还有17%的人还觉得屁股会麻麻的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是不是久坐啊 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会腰痠背痛 这个我们前面都哔啦哔啦讲过很多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阿民师有没有什么功操 可以让我的髋关节 臀部可以舒服一点 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话呢 举手举手啊我看不到你举手 如果说有举手的观众 就直接用点一个赞 来代替你有举手好不好? 有这个困扰的人欢迎你来到 阿民师宇宙 久坐的人啊他会容易臀部腰部这些地方会痠痛疼痛 阿民师给大家提个醒 你的痛处不一定是伤处 其实我们要看你整个久坐的时候 你最常会紧绷无力弯曲的地方在哪里 没有错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髋关节 尤其是长期处在一个宽曲的状态中 就会特别容易紧绷啊 关节角度 该病会紧紧的 那这个地方紧绷的关节 坦白说也是一个比较无力的关节 记得吗? 有力的肌肉 有力的关节 通常活动度好 有弹性 那他长时间这样紧绷无力了以后 支撑力也下降 他也会容易产生一些腰酸背痛 所以其实僵硬的髋关节 会是久坐腰酸背痛的人要处理的一个关节 那阿民师接下来要教我们怎么抓XXX的吗? 我应该胯下那边要怎么处理啊 阿民师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如果你酸痛哪里就按哪里的话 那就不叫阿民师了嘛 今天阿民师要大家体验一个有趣的东西 来请大家在萤幕前的各位站起来 跟着阿民师做这个动作 请大家来体验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轻轻的扣齿 所以你在扣齿的时候呢 就可以感受到你现在上二跟下二它相对的位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持续在扣齿的过程中 把我们的左边屁股翹起来 好大家感受一下现在 你扣齿的时候那个相对位置 左右的感觉有没有变化呢 现在呢扣齿左边扣的就比较多 右边就比较扣不到了 好我们把骨盆回正 再把右边的屁股翹起来 现在扣齿的那个感觉都已经回到了右侧了 左边反而有点扣不太到 又回到左侧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你的屁股在摇动的时候呢 你的咬合感觉也跟着在变动了 其实是因为你的下二呢 随着骨盆的这个位移 它也跟着做的调整 好像下二跟骨盆是同一组的 那这一个过程呢会让你发现到 原来骨盆跟下二好像有一个兄弟的关系 A歪了 B就要跟着做出相对应的歪 其实这一个有趣的体验 是阿弥斯从一个国外的声乐老师 他的影片中给大家体验的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点这连结去支持一下 这个原理我们就不深入展开了 因为它其实牵涉到是比较深的一些结构的原理 可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去面对 就是身体这些横向的一些格 我们叫diaframe 比如说口腔底是一个格 然后会音部横格膜 都是一些横向的格 这些格好像不同的楼层 这个楼层之间 它们其实是有一个要稳定的力学关系 一个格歪了 其他的格就要跟着歪 让它形成比较连续的结构 就好像桃珠影原这栋大楼 如果其中一层楼它螺旋形了 其他的楼要跟着去螺旋形 这样整个力学结构才会稳定 所以我讲了那么多总结一下 就是你的骨盆歪了 下巴就会跟着歪 坦白说横额膜也会跟着歪 这样才能歪出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为什么我们有63%的观众 他其实讲的是后面的痛 臀部的痛延伸到腰部 可是呢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前面 髋关节 尤其是髋躯 该B的这些地方呢 其实我们久做的时候 髋躯太久 髋前面以下简称该B 你该B的力量就会比较不够 去支撑你的躯干 弹性也变得比较不好 所以身体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往前傾 我们为了要保持去看一个基本的平衡 后侧的这些浅层肌肉 比如说臀大肌 或者是腰方肌 这些浅层肌肉 就会过度的待长把身体拉正 这时候让你产生到酸痛 反而是后面的肌肉居多 与其说它是酸痛受伤 不如说它是累了 就是overuse了 那这个时候要放松它 我们下班就说 我去马两节 趴在床上 帮我把屁股腰给它按松 哇按得好爽哦 谢谢师傅 但是你会反复的去回到这一个 又腰酸背痛的流程 这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前面 该逼这一些宽屈肌肉 它的活动度 怎么具体去知道 我的宽屈已经受限了呢 我们用一个婴儿的姿势来检测一下 如果说你躺着的时候 要检查自己髋关节是不是 紧绷呢 你就是把自己的腿呢 做一个青蛙腿 然后往外开 如果说像这个现在这种情况 会有一种好像盘腿盘不下去 然后呢 床面跟你大腿这个夹 夹夹夹还蛮大的 那就是我们宽部的肌肉 太过紧绷了 这个时候呢 同侧通常会容易 容易腰酸背痛 那有时候是对侧 那不一定 同侧居多 如果你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你发现到 哎 髋关节有一边就是脏的比较开 松脊不一样 或者有的人是两边都很紧绷 那你就可以明白了知道 你的髋关节的这个脏力 已经蛮紧绷了 也比较没有力气 如果会腰酸背痛的话 我会建议要放开你的髋关节 那这个时候 我应该在该皮这边按哪里呢 甚至我可以请同事帮我按吗 哇 可能就是要么报警处理 要么报警处理 如果说痛哪里按哪里 就会有效的话 其实你可能早就已经处理好这个问题了 那阿明是想提供一个 在坐姿的时候就放松你的髋关节 而且它是藉由放松你的咬肌 来放松髋关节的 内二关节 其实有四组以上的肌肉在支配 那我要放松哪一组呢 今天阿明是跟大家分享 是最简单的 放松咬肌开始 放松一下自己 因咬牙切齿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歪斜 原则上 我们要放松哪一侧的肌肉呢 通常是你紧绷的髋关节 同侧的那一侧咬肌就可以 那接下来阿明是就来示范 我们怎么样子放松咬肌 来放松我们的髋躯的关节 具体来说呢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 洗手剪指甲 不然就要戴套 戴手套 让你不要去刮到口腔黏膜 第二个步骤是 我们来用髒口的方式 放松一下我们的 念耳关节 增加活动度 首先呢 我们找到我们耳朵后面 耳垂后方的凹洞 叫做翼蜂穴 往内顶住翼蜂穴 会感觉到有酸胀感 然后嘴巴张开 啊 手指按进去 会不会有酸胀感 啊 合起来 啊 合起来 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保持 微微有酸胀感就好了 不要太HARD COLD 十下 啊 这样可以大致放松 后方的肌肉后呢 我们就要伸进去 口腔内去放松咬肌了 当我们伸进去的时候呢 请大家保持一个 门牙切齐的方向 这个是 念耳关节的中立位 就上下盘门牙切齐 可以不用咬紧 念耳把我们挑一根 你喜欢的手指头 伸进去 在你的咬肌 测验这个大块咬肌 把它往外顶出来 找你酸胀酸痛的地方顶出来 你顶的是不是咬肌 你可以在顶的的过程中 你做一下咬合的动作 如果是咬肌 它会用力 会绷起来一大块 你就抓到咬肌在哪里了 找到了之后呢 你油力往外 固定它 顶出来 我们要开始 放松我们的咬肌 可是我会介意放松 按摩啊 我们不要在口腔内 又容易磨破口腔黏膜 我们油力往外顶出来就好 然后是外面这只手的按摩 按揉它 用指节刮它 然后里面的手指可以换位置 按摩你的咬肌 那手指头里面的位置是为了固定 让咬肌不要跑掉滑掉 那用这个方式去放松咬肌 那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咬肌 请它牙齿往前推 那如果你没有戴手套 要洗手剪指甲 我们可以按按看它哪一侧的咬肌是比较紧绷 像这边 右侧就紧绷 而且会痠痛吗 另一侧检查一下 另一侧还好 右侧比较紧绷 那这个时候油力往外顶 你会感觉有一些筋结的地方 顶着不动了 那外面的手指头 按揉它 你会按到自己的手指头 如果不确定咬肌在哪里了 这个时候可以请你的伙伴就是 咬一下 这时候你就知道在动那块就是咬肌 好我们就放松它 顶住硬的地方 然后呢外面的揉 轻轻的去刮 大概不要超过两分钟 比较放松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回头去检查一下它的髋关节 哦 那就角度就会比较大 比较放松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继续面部改色的把你的工作完成 然后好好的下班去放松一下 通常呢容易大小脸或者是髋关节会容易紧绷的人 会有一侧的咬肌按下去 特别的酸痛 那请你呢也不要对自己太Hardcore 就要保持轻微的酸痛 去放松 微微有酸爽感 就可以了 不要按得太用力哦 怕你会黑青哦 所以这个都要理推外揉 这个要过程不要超过两分钟 怕你太酸痛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那这个概念哦 不是阿明是自己发明的 因为阿明是87%的内容 都是学来的 来自一篇录文是在讲 复杂性趋势疼痛的患者 放松他的咬肌或逆额关节那些 会改善他宽的活动度 会改善他的那个宽臀部的这些疼痛 那这个做法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前面刚刚大家体验过的 下额跟骨盆的律动 其实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说 关我的骨盆歪的时候下巴跟着歪 那反过来 下巴跟歪的时候呢 骨盆也需要跟着歪 关节的角度 其实他是被外面的 软组织的松紧所决定的嘛 我们可以看之前的 结构的那个气球的那一集 所以说我在放松我下额的从事 其实也有助于去放松我的髋关节 聪明的朋友都可以知道啦 我去处理我的髋关节 也可以去放松我的下额啦 他其实有一点是那种兄弟关系 谁是兄谁是弟就不一定了 看个人状况这边不延展 希望这个公操对于射 或者是久坐又腰宽痠痛 还找不到人帮你抓龙筋的这个族群呢 可以帮你舒缓 也让你提供一个新的观点 哇原来人体啊是这么的奥妙 我们不同的关节之间都互相有连结 真的好中医啊天啊 希望这集呢 可以对你有用有趣又有启发 并且呢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把这集发给你身边 就是在那边久坐办公 然后在那边扶着腰揉屁股的那些朋友 发给他 我也觉得算是结一个善缘啦 并且跟他说 这个频道还不错 蛮有用的 订阅按赞分享 那也欢迎你把你使用的感受呢 可以发在我们的留言区 让所有的观众们可以分享 哇原来我们大家都这么的有志一统 原来有这个问题的人不只有我啊 那就下回见囉 拜拜 我们下回见